鸡婆一直在那叮光光叮叮光光啊 你在干啥呀鸡婆 做的啥 打开看一下 馒头啊 这什么馒头啊 南瓜馒头 我把家里剩的南瓜馒头 今天我把家里剩的南瓜做成南瓜馒头 今天到位 这个馒头摸起来还挺可爱的 哎呦好烫啊 你看说明面发的好啊 它全部都挤在一起去了 嗯 看啊 呜 哎呦好烫好烫 还是我撕一坨尝一下 你睡觉倒是睡得蛮香的 那它撕下来 看 看 不错吧 吃面粉什么时候买了 面粉早就有啊 面粉在这里一直都有 可以 可以 但是吃这个馒头 汤呢 汤 汤你想办法弄一个吧 我弄个主食 汤你负责 看下面还有一层 对 难关满头 嗯 那我这先一人吃一个再说 汤你想办法啊 嗯 来 汤咪 汤咪吃不吃 我给它丢了一个 哎呀吃了 吃了吃了 再吃一个 嗯 还不吃 这趁起凉了一会儿 搞点汤补补吧 是啊 补 搞点鲫鱼汤 可以可以 那你去买鲫鱼吧 你去买 嗯 鲨鱼看上去买吧 好冷的 你要把你的新衣服穿上吧 怪冷的今天 好 去买给它鲫鱼 做鲫鱼汤 配上这个馒头啊 绝大 好了 我要去买鱼了 去买鱼把门口的三袋垃圾丢它啊 好 这去吧 对 你骑电动车去 好 有没有鲫鱼啊 有没有鲫鱼啊 蛤 有没有鲫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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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满啊 很热吧 好 给我拿两条吧 好 哇 这里好多鱼头啊 鱼尾啊 这还有一条桂鱼 有没有鲫鱼啊 有没有鲫鱼啊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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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好了鲫鱼买到了 回去做鲫鱼汤喝 你回来了 冷不冷外面 还好 你买了几条 买了几条 两条 对 两条够了 嗯 比昨天冷多了 你还在蹦啊 我去洗鱼去了 我们把鱼洗一下 鸡婆又开启了疯狂洗鱼模式啊 我要把它洗得一片鱼鳞都不剩 嗯 洗干净了 淘鸡公你来吧 好 现在我来做汤 我检查一下 你这个鱼洗干净没有啊 主要是里面这个黑膜去掉了没有 嗯去掉了 你把黑膜都去掉了 肚子里面的黑膜一定要去掉 因为它很腥 鸡婆把它全部都去掉了 好 现在把鱼先煎一下 做汤一定要先煎鱼 煎的鱼才会出白汤 煎鱼的话 锅一定要烧得非常非常热啊 不是非常热 要不然你的鱼容易粘锅 倒一圈油 这个油也是一样 要烧得非常非常热 放两片姜 生姜 油烧热之后下鱼 看到没有 油温非常高的话 它就不会粘锅 一点煎好之后 换一面 放一面 我妈给大家看一下 完全是干净没有 完全没有干净 鱼鱼 鱼里面都放完色了 煎到金黄了 下入开水 鱼还没有脱碎 所以汤就已经建成了奶白色 因为我们用的是菜籽油 所以汤色略微发黄 这也是蛮正常的 因为我们今天这个汤是无刺鱼汤 所以我们先把鱼捣碎 彻底喝它的汤 其实这么美的鱼 我都不想把它捣碎 说实话 其实煎的真的还可以 一捣碎之后 这个汤就更奶白奶 因为它毕竟是鱼嘛 它肯定还是有一点腥味的 所以我们放点胡椒粉 压一下它的腥味 因为我们纸河糖不吃鱼刺 所以把它的这些渣渣给它捞起来 再用这个蜜的网子给它过滤一下 这样的话就彻底没有鱼汁了 全是鱼汤 看这个鱼汤很奶白吧 现在我们来准备汤里面的材料 首先就是萝卜 这个萝卜是我在网上买的 据说是红心的水果萝卜 不知道怎么样 今天第一次用 把它洗一下 还是泥巴弄呆的 那是刚从地里刮出来的吧 果然是红的 里面 这种萝卜叫心里美吧 对 这是心里美 里面都是红的 嗯 我好像做泡萝卜的呀 嗯 把萝卜切成丝 哇 这种萝卜好硬啊 不知道生吃好不好吃啊 不知道生吃好不好吃啊 哎呀 这是普通的萝卜味 嗯 好了 这个萝卜好辣 再把萝卜切成丝 再把萝卜切成丝 切好萝卜放到碗里面 撒上盐 白醋啊 把它腌一下 这样一会儿放入萝卜的这个汤呢 它会有一种那种发酵的味道 萝卜切了盐 它马上里面的汁就出来了 你看这个 这个萝卜好奇怪 它汁就跟那个 颜料一样 其实这是萝卜它本来自然带的色素 切点生姜 两片就好了 咱们主要是 切一点姜丝 来点香菜 这个香菜主要是要它的根 根特别好吃 以及它的这个下面 下面 香菜叶呢我们就不要 香菜叶呢我们做别的 就是要香菜的这个梗 以及就是这个蘑菇 这个鲜嫩的蘑菇 现在继续起锅烧油 倒油 准备来炒这个萝卜 哇这个萝卜 嘎嘣脆 烧热之后下姜丝 把姜丝煎炒一下 下腌好的萝卜 下汤 再来点胡椒粉 半勺盐 这个菜呢 是可以通来的 以前鸡婆怀孕的时候呢 我经常做给鸡婆吃 这个香菜梗 下进去 把这个蘑菇 蘑菇下进去 哇 真的是鲜美无比 煮开之后呢 稍微煮一下下 就行了 烤火就可以出锅了 出锅 其实这个汤本来是用薄萝卜做的 今天刚好遇到一个红萝卜 没想到做出来的效果呢 这么让人惊艳 好奇怪 烘烘的 在这里有条花灵 撕开小刀 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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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烫也好了 小刀也放学了 哎哟 好烫好烫 烫死了 哎呀 看 满满满 我就在这边 好像爸爸是我的工作 好烫 这就是我们今天晚上的菜啊 简简单单 一个鸡鱼 萝卜丝汤 一个蒸馒头 一个蒜辣土豆丝 来小刀 这是你妈妈蒸的馒头 蒸的馒头 蒸的馒头 这么的馒头 这还就是馒头 这就是冰的馒头 你把馒头搅碎了是吧 对 你是蒸熟了倒进去的 还是生的倒进去的 肯定是蒸熟了倒进去的 我今天蒸的馒头 我跟你说真的是发挥到极致 实际上这个馒头蒸熟了已经 馒头和馒头咋变成紫织 已经蒸熟了有一个多小时 哇这个汤 你们一定要喝汤啊 小泽一定要喝汤 我先给我自己盛了啊 来 爸爸盛 其实我还蛮爱吃萝卜的 我们今天好多丝啊 萝卜丝 土豆丝 你给小泽咬完餐 不喝汤 不喝汤 尝一口汤 尝一口汤好好喝 尝一口 你尝一口 你知道这个汤是有什么作用吗 嗯 要有鱼汤 帮助小朋友成长 你看你总只喜欢晚睡 不发育 这个汤又比较肃静发育 嗯 增强你记忆力的 爸 你就喝了这个汤 增加一秒 一秒算 再增加一秒 两秒还是不很快 可以增加到一分钟 两分钟也不行啊 两个小时才行啊 赶紧吃饭吧 好吧 哇 哇 汤真是太鲜美了 给我咬一碗汤 有 有咬汤了 嗯 爸爸刚别咬的时候 哎我不要我不要 现在嗯 汤真香 结果我吃白山奶就知道很香 就知道味道不错啊 嗯 哇 这是小泽主动要汤啊 嗯 嗯 其实这个汤什么都没加 就是加了点胡椒粉 冬片多做一下这个汤 其实做法也很简单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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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给我倒杯水喝 我喝了这个吧 这个汤都被萝卜软成这个颜色了 看我就说小泽不爱吃这个颜色 吃萝卜吧 他只爱喝汤 不爱吃萝卜 但是他爱吃你那个平菇 算了 这个萝卜就给小泽吧 再来吃个馒头 来点土豆丝 这个土豆丝鸡菇炒得是真不错 爸给你一个平菇 嗯 你一把你 谢谢 我真的 我去 用来 есть 来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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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